客家菜在台湾名一定不陌生 但是客家菜的调味是比较淡的 为了展现食物的原味 因此在食材上的选择极为重要 为了发扬传统客家美食 在大陆福建的长丁 这个地方举办了一场厨艺大赛 获取了各界客家菜厨师 大家互相较劲 但不是要争第一 而是互相学习交流 发挥客家菜的精髓 大厨一拿起锅铲 立刻驾驶十足 不管是不是比赛 都一丝不苟 严肃认真 各色美味正在酝酿 都要再去精细的 来自大陆各省的153位 客家菜大师参加这次比赛 客家传统梅干扣肉 蒸豆腐 酿豆腐 清炖猪肉汤 盐局鸡腿 咸猪肉 鹿全鸭等客家精品菜式 齐聚一堂 虽说都是客家菜的大师 但评审们一个个都嘴叼眼尖 要求高 各有精 淡了 8.9 7.5 托导表扬固然高兴 但是被指出不足 师傅们更高兴 因为他们都很珍惜 这样的机会 提升自己一个的 我们回归一下 我们客家菜的本质 相互交流 相互学习 长丁大厨邱道良 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他的菜色就是文明世界的 长丁客家菜 全球排名第二的鸡肉料理 白斩和田鸡 这么厉害的鸡 连调题的评审都给出 肯定评价 车道良在长丁县城 小有名气 因为他做的客家菜 实材讲究 口味纯正 长丁人喜欢吃豆腐 光是用豆腐做的菜 就有一百多种 这道红菇满丸汤 就是其中之一 用豆腐 地瓜粉 和配料制作而成 据说是长丁家家户户 都会做的家常菜 但是对豆腐的要求可不一般 豆腐要一个比较讲究 豆腐是市面上普通的豆腐 很多是石膏豆腐 像我们这个是 桑姜豆腐 是岩姜豆腐 就是我们炒点本地的豆腐 虽然做法不难 但是客家菜 费食费工是出了名的 想要丸子好吃 已经是入口即化的豆腐了 还要再将它过滤成 细滑细滑的豆腐泥 然后再加入葱末 胡萝卜香菇 芹菜和地瓜粉 随时针搅拌 手法和时间都不能省 将红菇沥干水分 加入调料地瓜粉 包裹后油爆炒备用 将红菇汤煮开 再加入一个个豆腐丸子 不用多久 一大碗清甜爽口的 红菇满丸汤就做好了 客家菜 种山珍 清海味 种内容 情形式 种蒸煮 清炸煎 吐出主料 原汁原味 酱求酥软香浓 不过浓佐料 清淡可口 淋于消化 所以如今民众 都注重食安的今天 他也是在餐饮界 挡出一片天下 各种主打客家菜的餐厅 层出不穷 抽到凉 也是看中了这个市场 才辞去 有着丰厚薪水的工作 自己开店创业 之前一直也在 把人家打工 我也想要一个 创业机会 我看出了这个客家菜 可能在未来的情景 可能各方面 都会有个情途 位于福建龙岩的 长丁县是历史文化名城 世界客家首府 别称丁州 纽西兰女作家 路易爱黎 曾经说过 大陆最美丽的两个山城 就是湖南的凤凰城 和福建的长丁 寂静的青石板 古城门 清幽巷街 百年老店 热情全富的客家人 都成了游客喜爱 这里的理由 走在长丁最古老的街头 你会发现 这里最受欢迎的 还是客家美食 无论是主菜还是小吃 在饭店时 都是宾客迎门 像这家百年老店 专注几样客家小吃 也吸引海内外的游客 千里迢迢 最为吃上一口 味道很好 好吃很香 很脆 还有里面的猪肝 它刚刚好 吃下去很爽 这老板的手艺 来自她的婆婆 而婆婆的手艺 则是她的婆婆传下来的 每天早上六点 忙到晚上十二点 时刻常常要排 很长的队才能吃得到 因为传承的手艺 得来不易 所以半点都不得马虎 跟其他地方当然不一样 其他地方都是用铐的 我们都是自己 手工用炸的 对啊 我们就是全手工制作 你看 外面市场上卖的 都是那个烤的嘛 用烤的 烤的就不好吃嘛 中华八代菜系 并没有客家菜 不过随着客家文化 在世界各地传播 客家菜也逐渐走入 世界舞台 客家菜披着它的文化底蕴 和好食好料 让越来越多人 爱上那原汁原味的享受